不知道什么原因 苹果自己的无线充电极座 要明年才会开卖 它可以一次充手机电 耳机、手表三个设备 前者是可爱标准 Apple Watch并不是 苹果认为自己的标准效率会更高 苹果始终在提升摄像头像素这事儿上十分谨慎 8万像素的镜头一直用到iPhone6 1200万像素的镜头则从iPhone6s一直用到现在 iPhone8的账面数字跟上代相差并不大 都是1200万像素 但两者使用了更大面积的感光元件 不过苹果依旧拒绝透露到底是谁家提供的 这一次双摄像头的iPhone8 Plus和单摄像头的iPhone8进一步拉开差距 这一次的iPhone8 Plus在之前的人像模式的基础上 衍生出人像光效的模式 但人像光效的目的并不是美颜 而是改变光线 如果拍过婚纱或者是个人写真的 就会有这个打光的活了 iPhone8 Plus通过硬件加软件 做到了这个打光改变 人像光效实现有个先决条件 首先必须是iPhone8 Plus 后置双摄像头通过A11芯片面孔识别 以及机器学习才能认清人在哪 并收集光源信息 收拾一花就能够调节光影 做出戏剧化的光效感觉很有意思 以前在影楼用过专业器材的人士就做过这事 现在来到了手机场不但可以拍照实时调整 还可以后期调整 这感觉有点像先拍照后对焦 上面说了一些有意思的功能 现在来讲讲拍照的基准项 我们以支持后置双摄的iPhone8 Plus为例 大部分时间记录它日渐样张保持 和iPhone7 Plus相近的水准 这里的画面素质和调色方面 对比以安卓阵营的格外AI人像上装 苹果依旧专注于真实 所以想要把照片拍完 直接抛社交平台需要自己加滤镜了 HDR效果在这代产品上有小幅度强化 比如照片里暗部台阶细节更丰富 天空色彩控制的不错 不过对比其他非逆光样张 地面的蓝色饱和度明显降低了几个档次 天空的高光层子感也基本被磨平了 弱光部分同样是轻度升级 室内复杂光源iPhone8 Plus 处理的革新应手 大光源眩光控制 菜单背光字体清晰度 前景弱光噪点控制和细节都很不错 在极限室内弱光当中 苹果对画面噪点控制的很好 图形边缘的锐度不错 就算拍口发位的细节表现也算亮眼 整体而言 弱光可以是相比上一代提升最大的惊喜部分了 总结 iPhone8系列这两款手机的硬件 已经足以应对未来两年的需求 玻璃后背虽然不如全面屏经验 但也不算难看 指纹识别技术 指纹识别技术没有FirstID 那么受人关注 但成熟耐用 人像光效和AR体验都很有意思 无线充电和更快的LTE网络 以及更新的莱压标准等等 都让这家手机成了目前实际最稳活的选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